大家好 今天呢要來介紹104另外三項很重要的求職工具唷 首先呢是我們的植物大百科 再來是深學追地圖 最後是我們的新知情報 植物大百科呢可能大家不知道它什麼東西 可是它真的非常的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它整個頁面 你可以看到喔在我們植物大百科的左手邊這邊 是我們的植物分類 那它其實是很根據我們的需要去做分類的 像是有像我們應接畢業生啊 非常需要的愛用新鮮人 因為大家都沒有工作經驗嘛 那你可能是就是有一些想要需求穩定的工作啊 或者是相關的調心幅度高的工作 這邊都可以幫你分類找到 那進來之後呢我們可以看到 右手邊這邊有一個管理與財經啊各個分類 那這些分類可以根據你需要去找你要的工作 那實地內容是什麼這樣 那如果我覺得就是一眼望過去找不到的話 其實可以直接搜尋你想要的職權名稱就會出現囉 那我們今天呢先來介紹我們 愛用新鮮人職權裡面的行政助理 我們可以看到進來這個頁面之後呢 它有四個Hashtag 它是愛用新鮮人女生多不限科系 跟它的市場需求大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現在的工作機會呢 是六千多個工作機會 點進來之後呢你可以看到說 你想在哪裡工作像我們可能 學校啊你可能想要在學校附近工作 或者是想在家裡附近工作 或者是呢甚至你想要來台北工作 這邊都可以幫你 也就是直接點進去看到相應的職權 那除了工作職權之外呢 植物大百科最重要的就是讓你知道說 這個工作到底在做些什麼 它的職業發展後呢薪水到底會長怎樣 我們可以點進來看它的工作內容 你會看到說原來它行政助理是要做這些工作 那這代表什麼意義呢 代表說如果你要應徵行政助理相關的工作的話 你的履歷表上面的呈現 就需要這些相關的履歷的關鍵字 那除此之外呢 你也可以來看看自己呢 個性適不適合這個工作 因為我們找工作都很辛苦嘛 那當然是就是個性需求越適合的 你越容易在這個職位待的比較久 也就不用就是一直一直在找工作 那在空氣水流這邊呢 我們可以看進來 就是同時期啊行政助理的競爭非常激烈 那我們要看有多激烈呢 可以點藍色這個框框進去 我們可以看到在現在呢 4月的話我們的每個人只有0.27的工作機會 那我們看到這個呢 我們要馬上想到說 所以呢我真的履歷好好寫 那我相關的工作經驗呢 我也好好準備 那也可以比較說同期呢 同期的那個職務大概有多少 那當然也可以分地區啊 旁邊的台灣地圖中 我們就可以看到 就是你可以分地區去再次做分類 接下來呢我們可以看到說行政助理呢 幾乎都是年輕的女孩子 那其實我們在這個圖上面呢 也可以看到說呢 除了你可以看到年輕女孩之外呢 你可以看到其實行政助理年齡都相對的偏年輕 也就是說呢這份工作可能比較適合年輕人 那轉職之後要去哪裡呢 也是值得你去好好思考的 那除了就是性別年齡之外呢 再來是我們行政助理需要的能力 中檔呢至少要50到75個次 那這相關的能力呢 也是你可以寫在你的履歷表上面的喔 之後呢是我們大家最關注的薪水啦 我們可以看到行政助理呢 在任職五年之後 他的薪資呢是增加了10%以上 但是呢我們可以再點進去 這裡藍色框框裡面看更詳細的資料 我們可以看到呢 伊尼斯很貼心的幫大家看了 比較了一下就是我們台灣的平均薪資的中位數啊 大概是哪裡 那在行政助理的這個工作上 我們可以發現都是低於台灣的薪資低標的 那你想看更細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紅色框框這裡 我們點進來看待遇好的產業 我們可以發現呢 就是行政助理呢 他在文教相關產業他的待遇是會比較好的 那看到這邊呢 我們就有目標說 好那我一定要 那我開始去應徵了 你就可以直接點工作機會的兩位進去 那其他相關的行政助理的分類呢 也可以從剛剛那裡再去做篩選分類 那介紹完薪資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就是 工作上他有沒有需要一定的學歷 也需要不需要相關的特定特性呢 在我們學歷這個選項就可以看到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行政助理呢 他只需要一般的學歷 那他不限於特定的科系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可以看到穩定度 穩定度它代表就是 你現在找這份工作 下一次離職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如果呢 你可能穩定度是 兩個月 代表你這兩個月之後 又要重新找份工作 那是不是流程率太高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就是在行政助理這邊呢 有90%的人 可以撐過三個月的試用期 那你想看大家大概多少比例 撐多久的話呢 可以拉旁邊那個 像紅色空環裡面那個 圓形的時間軸 那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來看看 那行政助理的未來發展 整個產業的發展之下 發展會是什麼樣子呢 看到呢 行政助理呢 出來之後呢 最終的發展目標 他可以發展成 集合 財務或會計 還有稅務人員 就是他其實也非常多元 那我們可以想想看 如果呢 你想要從行政助理到 可能財務或會計助館的話 你中間的 呃 質疑的選擇 要怎麼去做選擇 那 想要看更詳細的話 也可以點選就是 上面的植物的選項 也可以就是 進入相關的介紹 再來是我們的植物PK這邊 點進來之後呢 呃 因為我們剛剛是 單獨看一個工作選項嘛 那 我可能同時間 我想要當 不同的職學校 我們這邊也可以做相關的比較 那會比較的點 可能是穩定度啊 也有個人的特質 然後他 呃 這個工作呢 是喜歡保守的人 還是喜歡創新的人 這邊都可以做比較喔 好 剛剛介紹完了 我們的植物大百科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介紹我們的 升學就業地圖 我們可以看到呢 就業地圖 點進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利用學校 來找你的未來求職方向 那 看學長姐在哪裡 我們可以知道說 我們從事哪些相關性的職業 會比較容易也比較輕鬆 那除了學校之外呢 也可以找科系相關的 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旁邊的台灣地圖呢 一樣是可以點的 你的學校在哪個區域 你就可以點擊那個區域 就會出現你的學校 那我們先點擊 中江頭地區 我們今天呢 先用私立東海大學 來為大家做簡單的介紹 點進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先試試看 國文系他們的出入都去哪裡呢 我們可以看到喔 這個東海大學國文系的學長姐呢 呃 這個頁面上可以看到升學地圖 有沒有繼續 呃升學啊 讓他就業去哪裡 然後系友的薪資 還有就是需要什麼樣相關的證照跟技能 我們在升學地圖這裡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私立東海的國文系來說的話 我們的國內升學其實蠻大比例 會繼續唸國文系的 唸國文系呢 我們點進來看 呃 研究所國文比例的話 薪水會差多多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在你手邊的圖呢 就有它相關的職學比較 那你可以依照就是你的需求 來看到說 欸我研究所多唸兩年 我多花了這兩年的錢 這兩年的時間 那我的薪水有沒有成為正比 還有就是念了這兩年的研究所之後 我的出路啊 有沒有變得比原本的 大學學歷的國文系 還有有競爭力 那我們回到這一頁 國文系呢 的出路的話 第一份工作是哪些 也可以進行點選 第一份工作啊 畢業二到五年之後 系友學長起來去哪裡 五到十年 甚至是十年以上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足手邊的框框裡面的 你可能看到就是行政助 行政人員啊 基本老師等等的 有些呢 呃可能不太了解說 他是在做什麼的 那你就可以點進去看說 哦原來這是做什麼的 他會連結到我們剛剛講的 植物大百科 之後呢 右手邊這邊呢 其實可以直接點進去 用我們的應徵職圈 看到 欸原來東海的國文系 畢業蠻多人去星光三月的耶 那我來看看星光三月有什麼 適合我的職圈 那講完了工作的職圈之外呢 還有就是我們薪水的分布啦 我們可以看到哦 就是沾樣本數343比1裡面呢 我們的薪水的圈圈大概是哪些 那要做相應的比較之後呢 大概可以知道說 哦那我談薪水的時候 我大概要知道哪些 呃我可能薪水開的區間 要是哪些區間 會對人資或對我 都會比較有幫助 講完了我們的升學就會地圖 那接下來呢 我們進入到我們的下一個 薪資情報 雖然呢 剛剛那兩個呢 對我講說 呃怎麼看薪水 那如果你只是很想要快速的知道薪水多少放呢 其實可以利用伊町斯的薪資情報 在伊町斯的薪資情報裡面呢 你可以來看到這裡 現在呢這邊我們可以做相關的比較 類別的分析 我們可以看到說 錢多機會少的工作有哪些 哪些是錢多機會多 哪些是錢少機會多 哪些是錢少機會多 哪些是錢少機會少的工作的項目 四項目線分類 那點擊之後我們可以看到說呢 呃 錢多機會少的工作呢有哪些 那也可以點擊呢那個小氣球的地方 那他會說 哦那大概薪資是多少啊 那有多少工作機會 之後呢 點擊看更多 就可以進來我們下一個頁面 我們可以看到呢 就是對於專案 產品管理類人員呢 呃不同的學歷 他的薪資的中位數大概是多少 那還有他相關的工作機會啊 都可以在這裡直接找到 那以上呢 介紹的上面三項呢 我們104的求職工具 第一項呢 是我們的植物大百科 第二項呢 是我們升學就業地圖 第三項是我們薪資情報 建議大家呢 在找工作之前呢 如果你沒有方向的話 可以利用這項項工具 幫你做更好的分析 以上呢 是我們今天的104工具介紹 那我們下次再見